1945年4月16日 开始的柏林会战是二战欧洲战场最后一次大会战 这场战争终结了希特勒称霸世界的梦想 为欧洲战场画上了休止符 关于这场战争有许多疑点 为什么苏联人要单枪匹马攻占柏林 为何德国没有投入全部力量拱卫首都 超级大关 为您答疑解惑 战役前夕 德国四面楚歌 柏林战役前夕 德国的处境只能用四面楚歌来形容 1945年初 苏美英法四国的军队都已经进入到了德国的本土 德国本土以外的军队基本上都已经处于盟军的包围之中 回原之路已经被掐断 想要回原柏林已无可能 1944年12月16日到1945年1月25日 处在德国西线的美军粉碎了德军发起的阿登战役 战役前 德国在西线只剩下49个不满边的诗 美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 歼灭德军12万人 至此 德国西线门户打开 随后 美英军队的先头部队就推进到易北河 距德国首都柏林100到120公里 德国东线部队由于援军没有及时赶到 导致了防线被苏联全面突破 最终无奈退守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随即爆发苏联对德军的第九次打击 布达佩斯战役 布达佩斯战役是二战最血腥的战役之一 德国守军被苏联百万大军团团围住 最终德国解围军队的支援下 以一万多人的兵力强行突围 最终布达佩斯战役以德军突围宣告结束 在布达佩斯战役中 德国南方集团军受到毁灭性打击 虽然突围成功 但据史料不完全统计 大概有15万德军和匈牙利部队 布达佩斯战役中被歼灭 其中有大量的精锐党卫军部队 统帅堂装甲师等被苏联全歼 1945年2月1日 苏军在奥德河西岸建立了桥头堡 此时离柏林只有60公里了 但是英美联军在多尔斯顿的 辛普森的先头部队中 离柏林中心的直线距离 还有460公里的路程 并且中间还隔着雄伟的哈尔茨山脉 和滔滔的一北河 苏联单枪匹马 盟军围而不攻 其实在1944年10月 苏联红军攻下德国东普鲁市的 内美尔斯多夫村后 就已经标志德国法西斯的败局已定 因为从当时的局势来看 德军已经没有实力两线作战 更何况主要以防守战为主 既然法西斯败局已定 苏联军队在柏林战役中 为何不选择围困德军的战略战术 反而以伤亡近30万人的代价 赢得最终胜利呢 根据当时的局势 苏联只需要用围困的方式来消灭德军即可 并且反法西斯盟军也在另一线逼近 苏联完全可以避免人员的巨大伤亡而获取胜利 为何苏联会放弃维而不公的战略 在德国对外发起的侵略战争中 苏德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规模最庞大战况最激烈 伤亡最惨重的战场 德国首先对苏联发起入侵 苏联损失惨重 整个战争历程中 苏联共有超过2700万人伤亡 1710座城市 7万多城镇和3万多个工业企业被毁灭 这样的深仇大恨支撑着苏联红军一步步走向胜利 对于最终进攻柏林 大多数士兵都是抱着强烈的复仇愿望 其次是考虑到德国目前的状态 德军全线溃败退守柏林 但这并不意味着法西斯主义的低头 如果不迅速给德国以最后的打击 德国经过短暂休整 兵力有所恢复 再加上柏林这样坚固的堡垒 可能接受战争所需的时间更长 苏军的消耗也更多 最后一个原因即是政治考虑 德国失败之后 斯大林马上面临的就是与盟军瓜分德国 在经历这么长时间这么大规模的伤亡之后 斯大林希望能够在处理德国问题上 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想要说话有底气 必须有攻占柏林的实际 难道是美国英国对柏林毫无兴趣吗 错了 早在1943年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斩钉截铁宣布 美国必须获得柏林 而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认为 纳粹首都一定不能落入苏联之手 但是在1945年春季 英美盟军并未做出任何努力占领这座城市 被历史学家称为 军事历史上最奇怪的决定之一 这个奇怪决定是有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 根据三国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 苏军与盟军对德国的占领以易北河为解 易北河以东由苏军攻占 而柏林位于苏联军事行动区 当然在激烈复杂的战争中 一切协议都是可以瞬间改变的 第二个原因才是最重要的 英美担心伤亡过重 随着战争临近结束 西线德津已经基本崩溃 美国人认为 柏林本身不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军事目标了 事实上 英美盟军从诺曼底登陆到1945年春天 一直在避免攻城应战 柏林战役中 苏军伤亡人数高达30万 8万士兵阵亡 战后 艾森豪威尔庆幸的说 如果我们进攻柏林 至少要死10万人 鉴于德军会给盟军造成巨大伤亡 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 在3月28日 给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发过去一封信 表示盟军将不会进攻柏林 交战过程 为了攻占柏林 苏联最高统帅部集中了三个方面军 总共约250万人 4.16万门火炮 6250辆坦克 7500架飞机 其中 实力最强是从东面攻占柏林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 总计有90.8万人 3155辆坦克 14628门火炮 德军集结了80万德军部队 其中 老兵和败退下来的精锐军队只有10万余名 加上后备兵力20万名新兵 共百万大军 苏军通过东普鲁式战役 切断了德军在波罗的海上的补给线 将德军最后成建制的库尔兰集团军群 封锁于苏联波罗的海沿岸 使这支重要的力量无法支援柏林 当时的库尔兰集团军群 尚拥有第16和第18两个集团军 这个集团军群拥有大约20万的精锐力量 一直坚持到德国投降 但没有机会撤回保卫柏林 1945年4月15日 凌晨5时 苏军打赏了攻克柏林的战役 在140多盏大功率探照灯的照射下 苏军的上万门火炮 排击炮开始了猛烈的轰击 接着轰炸机在德军阵地上倾泻下 如暴雨一般的航空炸弹 延奥德河与尼斯河一线 惊天动地的爆炸仿佛要将大底撕裂 弹片裹在灼人的脸中冲天而起 在苏军整整30分钟的炮火压制中 德军阵地未发射一发炮弹 整整一个白天 苏军发射了120多万发炮弹 势不可挡的炮火打击 令德军的防线在几乎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被摧毁了 紧接着 苏军集中了最强大的兵力 攻克了被称为柏林之所的泽洛高地 通往柏林的门户被打开 一旦越过泽洛高地 就是便于坦克军群进攻的开阔平原了 即至4月18日 苏军全线突破了德军的奥德河 尼斯河防线 并以250万人 4万多门火炮 6000多辆坦克 7000多架飞机之巨大兵力 对柏林形成了围攻之势 苏联以4天的时间彻底突破德军防线 进入了德国柏林市区内 经历17天的血战 苏联彻底占领柏林市中心的德国国会大厦 1945年5月2日 德国柏林城防司令率部缴械48万德国军队 彻底放下了武器投降 三天后的1945年5月8日 苏联已付出30.2万多人的代价 让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德国士兵在整个柏林战役中 致死不渝战斗 直到5月1日 希特勒服毒几枪自尽消息传出 历时17天的柏林战役 才正式划上句号 柏林战役的意义 也只有苏联人自己人懂的 而如果让美国或者英国人去的 可能战役达到1946年也不一定 柏林战役只有苏联人可以承受高代价的伤亡 一推到底 但战后盟军就坐收渔翁之力 德军怕失败 希特勒的自杀 这意味着二战 法西斯德国这个罪恶的国家终于倒下了 伴随德国的倒下 法西斯的同盟国最终失败的下场也不远了 喜欢节目的朋友们点个关注 下期超级打官与大家不见不散 下期超级打官与大家不见得 下期超级打官与大家不见得